日前国庆五旋宫 举办28周年庆典 许多民众前往工乡盛举 议员林芳雨 祝福五旋宫 28周年庆典圆满成功 并祈求显赫神威 庇佑地方风调雨顺 人民安居乐业 庆祝28年的开工纪念日 也办得相当的热闹 当然这当中 有来来往往许多的信徒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很多的宫庙都是处于山林之中 但是由于信仰的关系 大家也都是不远迁离 就是为了支持自己心中的这个信仰 在这个忙碌的社会当中 能够有一个心中的信仰 来支持的 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动力 五旋宫位储高处 山水景观一览无疑 许多民众千里迢迢为此盛事前来 委员呼吁大众做善事帮助别人 身体就会自然健康 今天是我们副院长28年 祝你庆 向着我们太上帝 他在这山顶的办救世 救这些无名带 都来到这都以后 希望我们的人民台帝 要做生 要做人要好 身体自然就会好 就不会破坏 希望共亿先行 大家尽量 做好 做好恐惧 五旋宫举办28周年庆典 副医长潘一泉感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 并期盼神明忽佑台湾果胎民安 地方四十无灾 南投发展越来越进步 民意新闻马言达国姓采访报道